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 市场往往由大厂垄断把持 别说自由经济 就是由官方调控 支付宝和微信 也统治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圳杭州这种城市 连公交车都可以扫二维码 而垄断市场 在邻国日本就更加盛行了 就像同属漫画业出版巨头 旗下有活阴海贼王的吉英社 和旗下有柯南的小学馆 其实有着同一个老板 一乔出版集团 清小说也是这样的 并且比漫画更过分的是 这些文库大部分 都是同一家出版社旗下的 这个出版社就是角川书店 如果你是一个对ACGN有些了解的人 你会在补EVA TV版时 看到角川书店这四个大字 一开始就出现在OP上 在二次元 他几乎无孔不入 旗下有着多家厉害的子公司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有多么牛逼吧 角川书店的创始人叫做角川原意 参过军 打过二战 在日本战外后 凭借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建立了角川书店 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 是阿布次郎的 《傻瓜的日记》核定本 1952年又出版了 《昭和文学全集》25卷 在当时就创造了 卷金15万的恐怖销量 从此跻身大出版社之列 直到70年代角川原意去世 角川书店 一直是一家广受好评的 文艺类出版社 角川原意 虽然这个人在商业上非常成功 但是他有一个大部分成功男人 都会有的毛病 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不过现实毕竟不是小说 从一而终的霸道总裁 这种稀罕生物并不多见 总之作为一个人形自作炮 在那个避孕手段 还不发达的年代 会产生什么后果 大家心知肚明 他的众多儿女中 能够继承他职位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大儿子角川春树 另一个则是二儿子角川丽雁 两个人分别于1965年和66年 进入公司工作 两个儿子的能力都很强 但是有着明显的差别 敢在名字上挂春树两个字 不是文学大家 也至少是个文青 春树就像他这个文艺的名字一样 大儿子非常的爱好文艺 而且十分热衷于电影 二儿子丽雁 则是一名标准的企业家 进入父亲的公司 就直接掌管了时尚杂志部门 后来又创建了 角川ACG部门的medial office 虽然二儿子更加擅长经营公司 懂商业 但老社长角川原意 还是把公司交给跟自己一样 爱好文艺的大儿子春树 角川春树最大的功劳 是在70年代 将横沟正史系列推广开来 为后来推理小说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虽然两人秉性不同 但都是公司的左膀右臂 不过好景不长 他们俩还是因为兴趣问题 闹了矛盾 哥哥春树搞着搞着就觉得 图书出版业没有前途啊 我要去拍电影 于是他让角川进入了电影界 成立了角川春树事务所 角川的第一部电影 正是横沟正史的 犬神家的一族 并且小有成就啊 使角川书店的业绩 甚至一度达到了顶峰 当然春树也做过动画 瓶颈和正与假变骑士的创作者 石之僧张太郎合作的漫画 幻魔大战 其83年动画电影 就是春树事务所制作 票房高达10亿6000万日元 首种智虫的巅峰之作 火之鸟的OVA 也有角川的参与 但是80年代的日本电影业 因为好莱坞和香港的冲击 开始衰落了 当时出电影出动画 先要有小说或者漫画的原作 已经成为了潜规则 就连宫崎君的《风之谷》也难以兴免 为了让《风之谷》上映 他只能先画了漫画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真正掌握未来的产业 是出版而不是电影 虽然春树干得不错 却挽回不了大局 最最关键的是 他把业务重心 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电影上 此举基本上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于是春树的举措 击换了脚川的内幕矛盾 以弟弟利燕为首的图书派 觉得脚川应该好好卖书 不能把老本行弃之不顾 1992年 脚川利燕成为脚川书店的副社长 但这次升职 让兄弟二人的矛盾开始激化 最终利燕被逐出了公司 而这一刻可能是改变 日本ACG的重要转折点 毕竟这次驱逐的 不是职业经理人 随便赶走就行 他和现任老板是同一个跌生的 加上利燕不是阿斗 有能力有实际 在公司的威望绝非常人能比 于是由弟弟一手组建 负责ACG的MediaOffice员工 集体向脚川提出辞呈 跟随脚川利燕 建立以ACG为业务的出版公司 MediaWorks 这家公司最著名的品牌 叫电机系列 也就是如今电机文库的母公司 这家新公司还没运行超过一年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1993年 脚川书因吸毒和挪用公司资金 被警方调查 从而引救辞职 现在老板被抓 公司没人管 谁有这个资历和能耐 能管好这个烂摊子呢 废话只有他弟弟了 于是脚川利燕被董事会 请回来做脚川社长 并将独立出去的MediaWorks 并入脚川 正是脚川利燕被手下 集体辞职 跟随自己的事情所感动 使他对于ACG有特殊的感情 这或许是他成为社长后 ACG成为脚川主营业务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哥哥脚川遵述辞职后 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干起了喜爱的电影事业 他投资大陆知名导演陈改歌 合作拍摄了一部历史大片 《荆轲刺情王》 也算跟中国有点渊源 这也是之后 妖猫传与脚川再次合作的契机 利燕回来之后 就搞起了某种意义上 臭名昭著的电机文库 前些年 清改动画泛滥的万恶之源 电机文库最初是搞游戏小说之类的东西 不过野心薄薄的利燕 亲自成立的东西 又怎么会止步于此 电机游戏小说大奖 就在第二年成立了 2000年改名叫电机小说大奖 我们现在熟悉的作者川上人 三云月斗 都是从这个大奖出来的 而现在电机文库 也是最热衷于 将旗下小说动画化的公司 这源于早期动画化的 吉诺之旅 伊利亚的天空 道着眼的下纳 魔法禁书目录 这一系列的动画 树立了脚川 开拓这方面市场的决心啊 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刀剑神域 暗昧 樱花庄 当然既然开头号称 脚川在业界的统治垄断地位 当然不可能仅此而已啊 除了电机文库 在轻小说方面 脚川旗下 还有几个不得不提的东西 其中第一是 富士剑Fantasy文库 其上级叫 富士剑书房 这一家公司很有意思啊 脚川集团于1972年 成立了富士剑书房 用来出版教科书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家公司啊 并没有那种古板的感觉 反而非常的与时俱进 76年被春树 拿去推广横宫正史之后 77年就成立了 专门出版小黄文的 富士剑罗马文库 倒闭后又成立了 富士剑美少女文库 内容啊就 呃不用多说了 要不是初代社长 脚川原意在75年就死了 我们还真要怀疑啊 这两文库 是这位老司机主导成立的啊 这个文库成立之时 找来了当时名声正望的 田中方树背书 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叫做《卓热的龙骑士》 后来还有秀斗魔导士 全金属狂潮这些名作 跟随电机的脚步 疯狂动画画 为侧职产业 添砖加瓦 这之外 富士剑还有一些 不出名的漫画杂志 和倒闭了几百年的 除了富士剑 业界三大文库之一的 脚川Sneak文库 啊这个不用介绍了 看名字就知道了 与富士剑Fantase文库 一样是八万年成立 创刊初期 有富野光头的高达小说 也有超时空要塞的小说 当然初期最具纪念价值的 是水野梁的 《罗德岛战记》 导致脚川方面 与京都关系 将士冰点的 《梁公春日》系列 也在脚川Sneak文库旗下 三大文库之外 还有一个叫冰子的文库 专门出版少女像小说 《采云国物语》就是代表 在之前能够与三大文库 分庭抗衡的MF文库G 也因为其母公司 被脚川收购 成为了脚川的一员 曾经全世界最敬业的 厕纸生产场 有着著名世纪 同时宣布 五部作品动画画 虽然成品四个暴死 但是还是出现了 一片黑马 游戏人生 我们前面说了 脚川在二次元方面 无孔不入 自然不只是这些 轻小说文库 前面说的脚川春树事务所 在脚川春树离开之后 还留下一个 叫脚川硬化的分布 现在基本是做一些 限制级的东西来搞事 但是还有一个分布 叫脚川动画 脚川旗下的作品 只要动画化 一定会有该部门的参与 ACGN自然也少不了 漫画的一部分 譬如X战技 强直装甲 心灵侦探巴云等 都是脚川的IP 至于更多的 杂七杂不蛋漫画杂志 就不再赘述了 游戏同样是 脚川的重要业务 从命运师之门 到初音导的家用机版本 还有旗下IP的各种改编 可以说游戏业务 是脚川IP的 一条龙服务的重要组成 就像电击大乱斗一样 脚川在游戏方面 还设立了自己的门户 脚川子公司 诸社会社Antonbury 这个名字没听过不要紧啊 著名的收钱给好评杂志 Famitone 就是他们家主办的 值得一提的是 Famitone文库 笨蛋测验招会兽的出版社 也是在这里 但是即使说了这么多 脚川依旧没有介绍完 脚川在业界的地位 实在是太高了 业务分布太广 脚川利燕的确是个成功的商人 准确抓住了IP一条龙 才是业界生产力的根源啊 可以说脚川集团 如今的成功 离不开脚川原意 说开辟的多元业务线 但是更离不开 脚川利燕的努力发展 2003年4月 因控股公司制度开放 改组为脚川控股 2013年10月 脚川书店 并入诸事会社 卡多卡瓦 公司法人消灭 脚川内部也在不断地变革 力求扩大自己的实力 很多时候 一些人会把其他人的成功 视作抱长辈的大腿 但是纵观脚川集团的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 仅仅拥有 可以去抱的精大腿 是不能成功的 唯有敏锐的嗅觉 果断的手腕 和超人一等的眼光 才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 许多人嘲笑特朗普 拿了父亲的前创业 结果资产反而缩水了 却不曾想过 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成功没有偶然 只有实力 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而已罢了 生活中 我们都想要自己 拥有更多的运气 最终却往往忽略了 最为关键的实力 就像我曾经看过的 某部作品中说的那样 现实中的很多人 或许根本还没有努力到 要拼天赋的程度 屏幕前的你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 此时的你是否正在为了未来 而困惑而迷惘呢 如果不介意的话 就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你的烦恼 邀请大家 一起来解答吧 我是玩偶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